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为各个国家要求的赔款恐又不易戳磨 恐怕很能跟他讨论 那么这是盛严怀的一个认识 那么第二点盛严怀说 说英国驻华公使 英国驻华领事曾经向他透露了这么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说各个国家驻华公使 想立功 想表现自己 那么因此呢 在讨论中外赔款的时候 各国驻华公使在赔款的问题上 他不会松口 是吧 不会降低着赔款的这个总数 那么因此他就建议盛严怀 由盛严怀呢 来电告清政府 由清政府向几个主要的资本履国家 这个颁发一个国书 像英国呀 法国呀 德国呀 美国呀 是吧 俄国这些主要的资本履国家 颁发一个国书 那么在这个国书当中呢 要恳切的说明 要委婉措辞 要求呢 各国家要宽期减少 所以宽期 就是宽限清政府赔款的这个年限 减少 就是减少赔款的这个总数 那么盛严怀 那么当时就认为啊 说中国如果赔款太多 中国的趾高耗尽 难据自强 中国就很难再重新啊 这个振兴起来 那么因此盛严怀就建议清政府 向几个主要的国家呢 来这个颁发国书 同各个列强国家的政府 进行外交交涉 希望能够呢 降低中国赔款的这个总数 那么盛严怀的这个建议 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 那么清政府呢 很快就打了一个电报 给盛严怀 说你提出来的 向主要的资金主义国家 派这个这个这个 颁发国书啊 这个事情啊 那么朝廷认可了 说你讲的很好 说但是呢 这个军机处这些人 对于各个国家的情况 并不很了解 那么说你呢 贵大臣 说你很了解 这个外国的这个详情 是吧 就希望呢 由这个盛严怀呢 来代替清政府的军机处 来草拟一个 给各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国书 那么盛严怀接到这个电报之后 啊 那么当然他是不敢怠骂 是吧 那么很快呢 他就起草了一个国书 那么这个国书 那么被清政府很快接受了 只是对这个国书当中的个别文字 做了一些修改 其他的都按照这个国书 这个要求呢 那么同意了 那么接着军机处 又打电报给这个盛严怀 说这个国书问题 清政府已经认可了 由盛严怀 是吧 来分别电报 清政府 驻列强各国的 清政府的驻华公使 驻各国公使 就是你 由盛严怀打电报 给驻英国的 驻法国的 驻俄国的 驻美国的 是吧 那个驻外公使 由他们呢 把这个清政府的 在这个国殿 这个国书 送交给各国政府 那么委托盛严怀来办 那么盛严怀 在他所草泥的这个国书当中 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 这个语言 确确实实 是充满了一种 摇尾起连的 这么一种文字 用的话呢 也是很 卑躬屈膝的 那么因此 那么这个史学的 这个工作者 包括其他的一些国人 那么看到这个上书之后 这个国书之后 是吧 那么对于清政府 这种无耻的行为 表示愤怒 进行鞭探 那么这个 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国书 写的确实实 很卑躬屈膝 那么但是有一点 就是清政府 力图通过这个国书 是吧 要求外国减少 中国的赔款总数 那么他的这种 主观的意图 也是十分明显的 是吧 尽管他的语言很 很悲响 但是他的主观意图 是希望呢 减轻中国的赔款总数 那么在这个国书当中 那么清政府 讲了这么一个意思 说这次八国联军 清华战争 是吧 那么中国呢 各处财务毁失过多 那么中国损失了很多 这个金银财务 是吧 那么中国的商业 也不够很发达 说很难的 很快 那么就筹集起这个巨款 来对外赔款 是吧 那么意思在这国书当中 就希望 说游望贵国始终欲成 希望各国政府 是吧 能够帮助中国 商同各大国 从各个国家进行商量 将赔款 着减数目 把中国对外赔款的数目 把它降下来 宽定年限 令筹 妥法 贪偿 就是要求各国政府啊 互相来进行协商 降低中国的赔款的数目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这清政府啊 在接到义和大纲十二条之后啊 那么他做的一些外交的努力 外交的搓谋 那么正是由于上述的做这些外交努力 才有了我们最初所讲的 清政府在1901年2月14号这个上预堂的那段话 对吧 我们为了对这段话的理解 是吧 我再把这段话的 再念一遍 是吧 那么这段话是讲 说 各国义和十二条大纲 业以赵云 仍电斥 该全权大臣 将详细节目 悉心酌合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说既有毁祸之机 一般自责之兆 说经资一约 不侵我主权 不搁我土地 念有邦之见谅 即预报之无知 事后追思 惨愤交集 这是清政府 后来才有清政府啊 这2月14号这个上预 那么如果说 我们只注意这个上预的这段文字 我们就很容易得出 跟史学界 相同的这么一种理解 那么但是这个上预的后面一段话 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就人们呢 只注意了这个上预的上预这段话 那么这个上预后面还有一段话 大家就没有太注意 那么这个上预当中 后面一段话是这样 说 为各国既定合约 自不治强人所难 他说既然现在各个国家 同中国进行议和 那么他们就不会呢 强中国所难 他们说 那么清政府的议和大臣 在同八国进行议和的时候 只要能够晚商历变 持之以礼 而敢以情 各大国信以为重 当是我力之所能及 以其其意之必可行 就是这个 只要议和大臣 同各国家进行去协商 进行搓谋 那么各国家呢 那么就会考虑到 我们的力量所能及 是吧 就会减少 那么这个赔款总数 因此他这要求 清政府的议和全权大臣 要集中禁制 集中禁制 是吧 那么同这个八国联军呢 不是同这个列强 在议和的时候 进行呢 这种搓谋 进行这个删好 来减低呢 清政府的这个 赔款的总数 那么这是 在这个上语当中的 后面一段话 应该已经我们注意 是吧 希望议和大臣 要同列强 进行这个商讨 是吧 要持之以情 是吧 拒之以礼 是吧 动之以情 那么进行这么一个 戳谋 那么我们如果结合着 我们以前所讲的 前面所讲的 清政府军机大臣们的 电报 结合着 清政府的议和大臣 易匡 李鸿章等人的 这种言语 言行 那么结合着 会办商务大臣 盛轩怀 那么结合着 清政府 驻外公使的 那么在 赔款问题上的 这种外交努力 是吧 那么我们再去看 我们最初所讲的 这2月14号 清政府上语当中的 后面这段文字 是吧 我们就可以得出 这么一个理解 怎么理解呢 就是清政府的这个上语 是吧 那么他所讲的 量中华之物理 结与过之欢心 那么这个上语呢 是要求议和大臣 议匡和李鸿章 必须呢 要节中尽致 是吧 用自己最大的外交努力 主观上的客观的努力 是吧 同列强方面 切结实实的进行一些交涉 进行搓磨 软磨硬胖 是吧 就是要求列强 在中国赔款问题上 不能够漫天要价 是吧 随意要挟 想要多少要多少 是吧 那么清政府的意思非常明确 就是希望呢 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理 来结与国之欢心 那么这是清政府的 他的一种主观上的一种意图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讲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量中华之物理 那么这一句话呢 他的来由和他的本意是什么 那么这个本意 就是不是说要最大限度的 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来换取帝国对列强那种欢心 而是呢 要以最少的中华之物理 来结与国之欢心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三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准备讲一下清政府外交官员的外交戳谋 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讲这个第二个问题 是吧 还不能够完全很清楚的来理解 就是上次讲的这个上语当中的这个量中华之物理 结与国之欢心 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呢 如果再看一看 以后的相关的上语的内容 那么再看一看呢 清政府其他官员的一些电报 或者信件 那么以及清政府官员 同外国方面的一些外交戳谋 那么我们呢 或许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就会进一步的清晰起来 那么除了这个军机大臣 那么还有清政府的议和大臣 像一匡李洪章之外 那么两江总督刘坤一 湖广总督张志栋 那么他们呢 都是清政府的 正无处的参与大臣 那么因此呢 这个刘坤一和张志栋 那么也就对于这个中外议和的问题 那么多次呢 建言参与意见 那么最初 那么清政府上下呀 对于从各国进行交涉 减少中国的赔款总数 对于这个事情 他们是持一种啊 谨慎的乐观态度 谨慎的乐观 那么他们同列强进行外交戳谋的 主要方面 主要是呢 集中在以下这么三个问题上 从列强那个戳谋呀 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减少中国赔款总数 不赔底现银的问题 那么清政府的官员当中 最早对于中国赔款总数 表示乐观的 那么这是清政府的一个 会办商务大臣 盛宣怀 那么在三月一号的时候啊 盛宣怀 那么他就听说 列强方面呢 已经议定了 列强方面议定什么呢 就是中国对外的赔款 是七万万两 就是七个亿 那么这七个亿呢 是包括利息在内 是分50年还清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中国每年的对外赔款的数字呢 大概是1400万两 那么盛宣怀认为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说呢 未始非国书之力 就是上次我们讲到了 就是他认为啊 能够把这个赔款数字降低 是他前面呢 就是代替清政府 草泥的那个国书啊 发挥了政治作用 发挥了外交作用 那么但是事实证明 这个事情仅仅是盛宣怀的一个封闻 听说而已 那么实际上 中国对外赔款的总数 是远远不止于 七万万两 远远不止于是七个亿 那么1901年的4月19号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那么这四个国家的公使呢 就在德国的驻华使馆 那么像清政府的这个议和代表呢 就提出了 中国对外赔款的总数 是4亿5000万两白银 4亿5000万两 那么就要求清政府呢 那么对这个赔款总数呢 给予认可 那么当时清政府的议和大臣 当时就表示 说呢 答疑太多 就说中国呀 对外赔款 4亿5000万两 数字太多了 那么他们说 中国历年以来 是入不敷出 收入的呢 这个收入 财政收入呢 远远大于这个支出 财政支出啊 远远大于这个财政收入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是很困难 那么他们表示 中国很难承受 这么大的一个赔款数字 那么但是西方列强则讲 说我们西方各国 只索实用之数 并无虚开 就说呢 我们并没有漫天要价 说我们损失了多少 是向中国呢 索赔多少 因此他是提出来 说西方列强 不能够再减少 中国的赔款总数 也就是说 清政府啊 不能够再讨价还价了 那么在这个议和期间 清政府的议和代表 李鸿章 能够多次呢 会见 以便说英国啊 美国啊 日本啊 等等列强的这个公使 那么李鸿章呢 就向这些各个公使表示 希望各个国家 能够把中国的赔款总数 能够做一些降低 降低下来 那么当时美国驻华公使 叫做康格 那么康格就向李鸿章表示 他说这个美国政府认为啊 按照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 中国的赔款总数 最多呢 大概赔赔款呢 是三万一千万两 就是三点一个亿 那么而且 这个美国驻华公使表示啊 说美国政府啊 准备向其他的国家 那么进行这个劝解 那么劝他们的同意 中国呢 减少对外赔款数量 那么美国驻华公使 康格的这个表示 那么就引起了 清政府啊 这个统治集团 或者清政府官员的啊 对美国的一个极大的期望啊 对他抱有很大的这种幻想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么西方各个国家的公使 他们就提出来啊 说西方列强 在目前还不准备 从清政府的议和代表啊 具体的谈判 这个赔款的问题 那么从清政府的议和代表啊 谈判这个赔款问题 要到四月份啊 那么这样呢 清政府的上下 这些官员都认为啊 说莫妙即此闲暇啊 就是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啊 那么清政府的官员 这些议和大臣 可以利用这么一段时间 从清政府 从清政府的户部啊 就相当于财政部啊 从各个地方的总督巡抚啊 来通盘筹划 筑定打击啊 就是清政府方面呢 可以就这个问题 进行一些协调啊 进行一些协商啊 来共同讨论呢 通这个列强的这种交涉啊 以便通列强啊 那么进行一些这个 戳谋呀 外交上一些谈判啊 来降级这个赔款的总数 那么到了4月27号 湖光总督张志栋 给军机处呢 打了一个电报 那么张志栋在这个电报当中 他讲了这么一个思想 他说这次八国联军 发动清华战争 和以往 外国对中国发动战争 情况有所不同 怎么不同呢 他说这一次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战争啊 说各国皆非土利而来 他们不是为了 经济上的一些利益而来的 那么因此他认为 只要中国方面 那么距离力争 那么从外国呢 进行一些切实的交涉 说赔款中若有可减 将来各国当可量价减让 就是西方各个国家呀 如果在赔款问题上 他可以减让 那么他就会降低 这个赔款的数量 因为他说这个 八国联军发动战争 并不是为了 求许某种利益 来发动战争 那么按照张志栋的设想 那么中国的对外赔还 如果能够减到 四万万两 四亿两 那么分十年来还 那么这个年息呢 是每年的是二厘 他用这个办法 那么对中国呢 比较有利 比较好 那么这是张志栋 那么提出来的 他一种思想 就是把赔款降到四亿两 利息降到两厘 那么同一天 两江总督刘坤一 那么刘坤一 在给军机处的电报当中 他是这样设想的 他说这次中国呀 对外赔款是四亿五千万两 就是四百五十兆 四亿五千万两 他说中国如果向外国借款 那么只能够得到现银呢 这个得到六七成的现银 那么这样的话呢 清政府就必须还要向外国银行 借款六百兆 就是六千万两 那么因此 刘坤一认为 如果说中国对外赔款 直接就是赔现银 中国方面的损失太大 就说 偿款所限 受亏太拒 就是赔现银 中国的损失很大 那么因此 刘坤一就提出来 说 应该由清政府的驻外公使 那么同各个国家脱商 各个国家呢 不要向中国的索取现银 并且呢 把赔款的数字呢 给予降低 那么这是张之洞啊 而不是这是刘坤一啊 当时的一个设想 那么在同列强的交涉过程当中 张之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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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